大家好,我是白鹿,欢迎来到白鹿的深度影院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困境,并在困境中以智慧荡平所受的苦难 不论身处何地,坚韧永远是实现生命意义的最佳答案 他是罗马帝国马可皇帝麾下的长盛将军 皇帝器重他,百姓爱戴他 他的骁勇与魄力是每一个罗马士兵都心甘情愿去追随 他就是马克·西姆斯 这时的罗马帝国统治着全球超四分之一的人口 幅圆万里,疆域辽阔 但任何疗阔的疆域,想要保持长久的和平 必然要经历残酷的征伐与杀戮 日耳曼外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相持已经12年了 这12年旷制持久的战争 却让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更加坚韧强大 今天是他们关键性的一战,也是最后一战 罗马帝国若胜利 人民就可以从战争中解脱,享受和平的喜悦 马克·西姆斯带着对和平的渴望 与马克皇帝并肩作战 这一战对罗马帝国的意义重大 对马克·西姆斯同样意义重大 为国家,他是战无不胜的热血铁匠 而为小家,他是父亲,是丈夫 只要胜利地打完这场战争 他就可以回到那满是金黄卖浪的家乡 战场上硝烟四起,满目苍蝇 两军沿着拟带 马克·西姆斯尽可能致敬每一位罗马士兵 力量与荣耀的呼声在队伍中游转 步兵列阵,弩炮弹装起 弓箭手搭箭于衔,蓄势待发 终于战争打响,弩炮弹铺天盖地地席卷着日尔曼人 数以万计被点燃的箭支也随即射去 嘶吼声此起彼伏 日尔曼人死伤无数 但这并不足以奠定战争的胜利 这最后一战,必须将日尔曼人所有的反击希望扼杀 马克·西姆斯带领骑兵绕到日尔曼后方 对其进行夹击进攻 就这样,退无可退的日尔曼人只能竭尽全力拼杀 但寡不敌众 更何况,罗马兵强马壮 实力悬殊的他们最终在烈火与硝烟中逝去 他们向罗马证明了日尔曼人的血腥 也用生命向自己的民族做出了最后的贡献 罗马胜利了 他们再次用强大的力量征服了外族 马克·西姆斯也完成了他的使命 这是马克·西姆斯领导下的又一次胜利 战争让他筋疲力尽 对妻儿的思念更加强烈 他并不喜欢杀戮 他见过伤兵营里被鲜血染红的水盆 见过战场上一生又一生的哀嚎 他早已厌倦这种生活 现在战争结束 他终于可以回到深深眷恋的家乡了 但他的威名与号召力却早早地被皇帝看在了眼里 烛火摇动的深夜 皇帝坐在帐内沉思 他一生都在发动战争 从继位起 他就将战争作为获得更多的土地与荣耀的唯一方式 如今的自己一致暮年 白发苍苍 他开始反思 用战争换取的和平是否真的正确 他一生征战打下的江山 又要选择谁来继承统治 自己的儿子卡摩德吗 那个一心追逐权力 却没有实力把握的人 罗马帝国基业宏大 必须要一个具有能力 且敬畏权力的人去统治 思来想去 他决定把这个重担放在马克西姆斯的肩上 这个一直对他忠心耿耿 深受士兵崇敬与追随的人 他召来马克西姆斯 向他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一心想要回家的马克西姆斯将军 突然不知所措 他参加战争是为了罗马 为了人民 而战争结束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和家人团聚 但面对这个 他一直尊敬且崇拜的皇帝 他为难又迷茫 皇帝期盼又坚定的神情 让他无法拒绝 只能答应在日落之前给出答复 回到自己的帐内 马克西姆斯思绪万千 战争已经让他疲惫 而统治罗马只会更加困难 他的侍从西塞罗似乎洞穿了他的迷茫 有时可以做想做的 有时要做该做的 什么是想做的 而什么又是该做的呢 回到家乡是想做的 上阵争战是该做的 而如今 接受皇帝的统治重担 恢复罗马共和制 同样成了该做的事情 想到这里 他的思绪渐渐明了 从马克西姆斯离开后 老皇帝一直期盼地等待着这个爱将 夜晚凉风袭袭 身后的脚步声愈来愈近 透过沙莲 以为是马克西姆斯 没想到 却是他的亲生儿子卡莫德 沙莲外 卡莫德贪婪地抚摸着他的雕像 那是权力的象征 有哪个皇帝 不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 成为顶天立地的君王呢 但卡莫德实在不堪托付 智慧坚毅与勇敢的品格 他一样没有 只有对权力的贪婪 与无尽的野心 他也曾试图为卡莫德谋划过军心 在与热尔曼人的最后一场战争中 他通知卡莫德在关键时机 速速前往战场 用实际行动 向士兵们证明自己 但卡莫德没有抓住机会 当他坐着马车缓缓而来时 战争早已结束 他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而没有与士兵们共同进退过的他 是无法得到真正拥戴的 皇帝走出来 看着这个他心爱的儿子 他不知道 Sian告诉卡莫德 获得权力是困难的 而守护权力只会更加不易 他只能谈言 马克西姆斯是比他更适合的继承人 卡莫德呆住了 他只知道父亲不喜欢自己 却没想到父亲会直接放弃他 宁愿选择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也不愿意推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为国家的主人 如果不能继承文位 那他在这个国家的尴尬地位可想而知 他哽咽起来 多年来父爱的缺失让他无比委屈 父亲的决定更是让他失望到谷底 卡莫德的哽咽让老皇帝欠疚起来 亲生儿子变成如今的样子 自己难辞其咎 老皇帝张开怀抱 希望可以缓解一下儿子的情绪 但没想到 卡莫德竟趁机死死勒住了他 直到他窒息而亡 睡梦中 马克西姆斯被布下叫醒 老皇帝去世的消息令他震惊不已 老皇帝的尸体让酒精沙场的他 一眼看穿这场阴谋 在面对卡莫德的拉拢时 他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他要为老皇帝报仇 要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是卡莫德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他早已收买了马克西姆斯的布下昆塔斯 昆塔斯在马克西姆斯孤身一人时 趁机将他控制 面对昔日布下的背叛 马克西姆斯难以置信 但他清楚多说无意 并没有过多反抗 只托付昆塔斯 希望他能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儿 其后根据卡莫德的命令 几个士兵将马克西姆斯 带到一片树林中予以处决 就在士兵的利刃 就要刺住他的脖梗时 他迅速转移位置 挣脱束缚 抢过士兵手中的刀剑 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掉了他们 但以寡敌众 难免分心 他的手臂被深深划伤 此时的他心中只有对妻儿的牵挂 顾不上血流不止的手臂 他马不停蹄 一路狂奔 至那眷恋的家乡 可越靠近家的位置 心中不祥的预感 却越来越烈 家的方向被浓烈的黑烟笼罩 记忆中的黄金麦浪 被烧成灰烬 他焦急万分 快一点 快一点 再快一点 他的急切 让马儿不堪重负 瘫倒在地 他下马 酿酿腔腔的前行 终于匍匐到了家门口 但抬眼 却是妻儿被吊在门前的尸体 那一刻 他痛到尸声 他能保护好罗马人民 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儿 只能面对妻儿的尸体 与废墟悲悯 他拼着最后的力气 将妻儿埋葬后 便昏迷不醒 昏迷后的梦中 是他深爱的家乡 橄榄树在屋旁凌厉 傍晚的风带着茉莉花香 他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 却有声音在这时告诉他 不能睡去 他还有未完成的事情 意识逐渐清醒 他以为妻儿的噩耗 只是一场梦 可睁开眼 自己却在牢笼之中 原来他失血过多 在妻儿目前昏迷后 被人犯囚禁 正要前往罗马的边境地区 将他卖掉 很快 他们便到了罗马的边境之城 这个地方鱼龙混杂 到处迷荡着残酷的气息 一个人的生命 甚至不如一头猛兽之间 马克西姆斯成了这里的一件商品 一个叫朴森姆的人 因为他手臂上的军团印记 看上了他 他买下了马克西姆斯 但却并不是为了救赎他 而是为了利用他 去进行一项竞技表演 罗马帝国是在战争与杀戮中成就的 自然 人民的血液中也流淌着沙发 普通的禁忌 并不能满足他们对鲜血的热情 搅斗表演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 看客们围坐一圈 看着人对人 或者人对兽进行厮杀 直至一方死亡方能结束 而朴森姆 就是这个搅斗场的老板 现在能支撑马克西姆斯 活着的唯一信念 就是为妻儿报仇 可现如今 他身处淋浴 只有进入搅斗场厮杀 才能有获得自由的希望 第一场搅斗表演来了 他虽然早已厌倦杀戮 但却不得不向对手挥刀 面对常年生活在兵营的马克西姆斯 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而马克西姆斯的表现 也让看客们为之疯狂 场内沸腾 欢呼声不断 马克西姆斯 赢得了这场竞赛 而卡莫德 在这时 也回到了罗马中心 街道上 人们欢呼声不断 但却并不是欢迎 而是反对 卡莫德的新皇帝身份 并不被人民认可 但他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怎么会轻易放弃 这个到手的权利 罗马人民的心脏 不在议会 而是在搅斗场 卡莫德深暗这个道理 搅斗场是 拉拢明星最简单 而又最有效的方式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解除议会制度 进行个人独裁 卡莫德宣布 进行为期 150天的角斗比赛 而在罗马的边陲小城 马克西姆斯 一次又一次赢得了比赛 他行云流水的打斗动作 让观众疯狂 他成了边陲小城的 角斗之神 当新皇卡莫德将在罗马中心举办大型角斗比赛的消息传来 敏锐的朴森姆立刻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他要好好打造马克西姆斯这棵摇钱树 他要带着这棵摇钱树成就罗马角斗的神话 在角斗表演中 单纯又快速的砍杀只会消磨观众的性质 而惊险又具有戏剧性的角斗 才能全面唤醒观众们的热血 只有迎合观众们的期望 才能一直屹立在角斗场中 当马克西姆斯单纯的砍杀 在角斗场上只能获得一时追崇 却不能被持续认可 为了成就罗马的角斗神话 朴森姆来劝说马克西姆斯 希望他在角斗中可以表现得更有趣些 马克西姆斯本不愿理会 但当得知如此作为 就能到新皇举办的竞技场时 他知道自己复仇的机会到了 就这样 在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带有戏剧性的角斗中 马克西姆斯终于来到了罗马中心的角斗场 在罗马中心的角斗场 热闹与繁华中是一个个腐朽而又麻木的躯壳 他们被鲜血的刺激包裹 仿佛只有血腥的气味 才能洗涤他们的灵魂 兴奋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渴望杀戮的目光在场内游转 这步棋卡默德似乎是走对了 得明心亦得天下 这种盛会正是人民所喜爱的 只要顺利完成这场150天的角斗 卡默德便能顺理成章地走入人民的心中 真正的角斗开始了 马克西姆斯为防止被卡默德认出 戴上了头盔 他要藏匿自己的身份 伺机而动 为妻而复仇 场内欢呼声沸腾 随着卡默德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这场角斗本意是模仿布匿战争中的迦太基陷落 马克西姆斯一方代表罗马人眼中的迦太基野蛮人 而由卡默德派出的则是代表胜利的罗马 酒精沙场的马克西姆斯洞察了对方出场的方式 提前告知队友 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紧密地围在一起 只要合作就能防止敌人找到破绽 只要合作就有机会将其击杀 果不其然 对方一上场便是车阵骑兵 他们手持长矛 快速地向马克西姆斯他们冲来 而马克西姆斯的队友们在他的号召下 拿起盾牌围成一圈形成堡垒状 使骑兵们的长刀没有任何施展空间 随后骑兵们放下长刀改换射箭 很快马克西姆斯这边的队友便被击二连三的击杀 见此情景 他们奋而起身 以盾牌为掩体迅速出击 将一名骑兵挑翻马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当最后一个骑兵被击倒时 场上的欢呼 响彻云霄 这一刻 马克西姆斯成为了角斗场上的神话 代表罗马的骑兵 尽数被杀 代表迦太基野蛮人的角斗时 却在享受胜利的欢呼 这种本不该有的反转 只是让卡默德觉得颜面扫地 但他却没有对骑兵无意义的死亡 感到一丝痛心 场内伸手不凡的马克西姆斯 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下台 想要看看这个戴着面具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见到卡默德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马克西姆斯知道机会来了 他悄悄捡起一只被砍断的残剑 面具下的他眼神冰冷而坚定 为妻儿报仇的机会就是现在 可就在这时 一个小男孩嬉笑着跑到了卡默德的身旁 和他一起向马克西姆斯走来 小男孩脸上的笑容天真无邪 让马克西姆斯想起了被卡默德杀害的儿子 他们都是那么灿烂 那么简单而有阳光 如果为了复仇而伤害了这个和自己儿子一般年龄的小男孩 他于心不忍 就这样他艰难地选择了放弃这个绝佳的报仇机会 卡默德走上前来了 好奇心让他命令马克西姆斯摘下面具 而当马克西姆斯缓缓摘下面具时 他震惊了 这个让他嫉妒的男人 这个已经被他杀掉的男人 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与此同时 同样震惊的还有一个女人 她是卡默德的姐姐 她叫鲁西亚 是马克西姆斯的旧日情人 卡默德愤怒极了 但在这个自己打造的角斗场中 他不能出手 他甚至还要去赞赏马克西姆斯的勇敢与能力 就这样 第一回合的角斗结束了 杀意 怒气与不甘 让卡默德疯狂 他愤怒于马克西姆斯会受到那么多罗马人的尊重 他愤怒于派出杀他的士兵 会欺骗自己马克西姆斯以死 他不容许被欺骗 同样 他也不容许马克西姆斯活着 他来到了军队 命人射杀了那些欺骗自己的士兵 让所有的士兵看到了欺骗自己的下场 军队的主帅敢怒不敢言 罗马帝国横扫亚非欧大陆 从来都是将箭矢对准外族 卡默德的行为 让这个军队主帅感到失望 也让一众将士们无比寒心 为了合理的杀掉马克西姆斯 他准备派出罗马曾经战无不胜的角斗士 底格里斯 赐予他精良的装备 只为在角斗场上一举斩获马克西姆斯的头颅 夜晚 卡默德的姐姐路西亚 来到了关押马克西姆斯的监牢 对于马克西姆斯家人的遭遇 他深感抱歉 他非常自责于自己没能阻止弟弟的行为 可是他自己同样自身难保 那个在角斗场中跑到卡默德身边的小男孩 正是自己八岁的儿子 他拥有继承皇位的权力 自从卡默德上位以来 他无时无刻不处于担忧与恐惧之中 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儿子 也为了自己 他要想办法将卡默德推下皇位 他知道老皇帝对马克西姆斯的倚重 以及马克西姆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他希望能够说服马克西姆斯一起合作去完成 他已经拉拢了国会中的部分议员 只要他们合作 很快便能获得成功 但对于露西亚所言 马克西姆斯并不关心 他拒绝了露西亚 从妻儿惨死后 他就只剩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 他唯一想做的 只是快速守阵那个杀害他妻儿的人 角斗又一次开始 卡默德派出的底格里斯上阵了 这个罗马曾经的角斗之神的出现 让场面沸腾不已 为了让马克西姆斯更快败亡 卡默德在其身后 放出了饥饿已久的猛虎 马克西姆斯不止要应对底格里斯的攻击 还要防备那只猛虎 这样的父辈受敌 让他有些吃力 底格里斯瞅准时机 将马克西姆斯向后逼退 后方虎啸振振 凶猛的老虎终于崩断了铁链向他扑来 眼看猛虎就要咬碎马克西姆斯的头颅时 他猛然回身一剑 在猛虎扑向他的同时将其击倒在地 场上的观众纷纷起立 他们都被这个男人的勇猛所折服 而底格里斯看到被老虎扑倒的马克西姆斯 趁机就要拿刀向其刺去 而马克西姆斯再一次凭借敏锐的反应能力 将手中的盾牌砸向底格里斯的头颅 并顺势用手中的斧头将底格里斯的右脚钉在了地上 底格里斯再也没有了还手之力 只差致命一击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 当看到马克西姆斯缓缓站起的身影 王座上卡莫德的怒气冲天而又失望至极 听着场内观众所发出的杀掉底格里斯的呼声 他只能无奈顺从民意要求马克西姆斯杀掉底格里斯 而马克西姆斯举起斧头后却又随手扔掉 他不想杀人更不愿听从卡莫德的指令 他这样的行为在观众们看来无疑是仁慈的象征 此刻的马克西姆斯在罗马人心中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角斗士了 他已经成为了罗马人心中的偶像存在 卡莫德带领一众禁卫军走下看台 他向马克西姆斯描述他妻儿惨死时的状态 描述他们死前是如何被蹂躏又如何被钉上十字架 卡莫德这么做目的就是激怒马克西姆斯 只要马克西姆斯对自己动手 身旁的禁卫军就能以合法的罪名将其处死 但马克西姆斯怎么会上当 在妻儿大仇未报之前 他断不会让自己失去生命 而马克西姆斯在下场之后看到了一个人 他叫西塞罗 是他最忠诚的部下 西塞罗激动于马克西姆斯还活着 为了让马克西姆斯重新燃起斗志 西塞罗告诉他 他曾经率领的部队正驻扎在离这里不远的奥斯提亚 那是一支他一手训练出的部队 是一支他足够信任的部队 只要他出现 必定可以获得指挥权的部队 拥有军队便拥有底气 马克西姆斯想起了路西亚的建议 与其近代时机不如放手一搏 就这样 马克西姆斯再次见到了路西亚 以及他所提到的国会议员 这个议员是格勒斯 一个真正新系罗马 并一直反对卡莫德的人 在经过一番谈话后 他们拟定由格勒斯想办法在两天后 恢复马克西姆斯的自由身 届时 马克西姆斯会带着自己的五千士兵 冲向罗马中心完成政变 杀掉卡莫德 可卡莫德却在这时发现了格勒斯与路西亚 会面的事情 一个一直反对自己的议员 和自己的姐姐悄悄会面 这让卡莫德心中警铃大作 就在格勒斯筹划如何将马克西姆斯救出囚牢时 他便被卡莫德囚禁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 路西亚知道不能再等了 他迅速地前往马克西姆斯的监牢 可是没有奴隶主朴森姆的释放 马克西姆斯是逃不出城门的 听着路西亚的讲述 朴森姆动容了 他是一个对老皇帝极其崇拜的人 而当得知卡莫德是杀害老皇帝的凶手后 他果断地决定和马克西姆斯站在一起 他们密谋 午夜动身 由朴森姆带着马克西姆斯出城 再由马克西姆斯的部下西塞罗 在城外接应 敲定行动事以后 路西亚匆匆回到了宫殿 但却没有像往常一样 见到儿子的身影 原来卡莫德早已察觉了他的谋划 卡莫德以路西亚的儿子为要挟 逼迫他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拖出 路西亚泪流满面 一边是他心爱的孩子 一边是将他拉出深渊的救赎 他难以抉择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为了孩子而屈服 很快 禁卫军就来到了朴森姆和角斗士们的住处 他们叫嚣着让朴森姆打开闸门 可是朴森姆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不仅将自由身还给了马克西姆斯 还将其他角斗士监牢的钥匙放到了他的手里 这就意味着朴森姆要让这些角斗士们化身马克西姆斯的战士 一起并肩去冲破卡莫德的封锁 禁卫军终于冲破了闸门 刀剑也刺入了朴森姆的胸膛 院内火光冲天 厮杀与哀嚎声在黑夜中想撤 马克西姆斯在角斗士们的掩护中终于来到了城外 他看到了等候已久的西塞罗 却没想到西塞罗被瞬间吊起 明知有埋伏的他并没有过多思考就冲向西塞罗 但还没等他将西塞罗救下 西塞罗便被暗处的弓箭手射杀 而他也毫无疑问的被禁卫军控制 他再次被囚禁了 被愤恨与嫉妒冲昏头脑的卡莫德 决定要与克西姆斯来一场正面的对决 他要光明正大的将马克西姆斯处死 皇帝下场进行角斗的事情闻所未闻 而在这种事情上皇帝绝不能输 为了赢得角斗 卡莫德在赛前将一只毒匕首 深深插入马克西姆斯的肩膀 这种毒会让马克西姆斯保留一丝神志 却会使他变得毫无攻击力 并且伤口不会愈合 这也就意味着 马克西姆斯不仅要承受毒性的发作 还要面临失血过多的危险 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决开始了 一上场 卡莫德便对马克西姆斯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身中剧毒的马克西姆斯略显弱势 但很快 他就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与打斗经验 占了上风 而卡莫德由于长期的养尊处优 所使出的剑法看起来凌乱且力道不足 他手中的剑很快便被马克西姆斯击飞 就在他眼看要被马克西姆斯击杀时 马克西姆斯身上的毒性再次发作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 身体也不堪重负的摇摇欲坠 卡莫德看到了希望 他命令身边的禁卫军将剑给他 但他得到的却只有沉默 之前的军队主帅下令士兵将剑收回翘中 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军心 卡莫德孤立无援 可没想到阴险的他竟在袖中藏匿了小刀 他冲向马克西姆斯 而马克西姆斯却在这时扔掉了手中的剑 他赤手空拳 一下 两下 三下 每一拳都重重地落在了卡莫德的脸上 最后 他拿着卡莫德藏匿的小刀 将他推进了卡莫德的脖梗 场内既然 观众们不可置信 皇帝竟然会被一个角斗士杀死 但马克西姆斯不在乎 他只在乎他终于为妻儿报仇了 他的身体颤颤巍巍 几乎不能支撑站立 而故乡的景象也在这时浮现在眼前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结束了 最后 他凭借着一丝残存的力气 向罗马人民传达了老皇帝的遗愿 释放角斗士 实现罗马共和 马克西姆斯带着微笑倒下了 他终于回到了他所眷裂的故乡 茉莉花香阵阵飘来 金黄的麦浪在风中摇曳 妻儿笑着望上他 互相深爱着的家人再不分离 好的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